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茫然时希望有朋友拨开迷雾 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 他会活得很孤独 没有人结伴前行 这一生的喜怒哀乐 无人可以分享 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朋友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也并不是朋友越多越好 因为不是每个朋友都能够帮助我们进步 变成更好的自己 人们常说 想要判断一个人 先看他身边的朋友 他周围五个朋友的平均值 差不多就是他本人的样子 因为朋友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巨大 一个好的朋友 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个不好的朋友 会让我们变成自己所讨厌的那种人 人生在世 一定要多和这三种人交朋友 他们会使你越变越好 路自然越走越顺 一个人想要变得优秀 离不开自律自省 不自律的人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做事没有持续性 很难把一件事做成功 自律的人 能够把想法变成行动 通过不断地学习 让自己变强大 自律的人 有很强的自控力 他们认准目标 不轻言放弃 不怕吃苦 而是享受成长蜕变的过程 不断在反省中自我揪偏 成长迭代 自律的人 心态积极阳光 情绪不会大起大落 让身边的人 遭受负能量的侵扰 他们明白 努力过后的一切 是最好的安排 被誉为 古今第一完人的曾国潘 就是通过自律自省 变强大的典型代表 曾国潘年轻时 资质平平 懒散贪色 妄语 没有人能想到 这么一个人 最后居然做到 慰吉人臣 成为了一代圣人 而这一切的起点 就是他养成了 自律自省的习惯 每天读书学习 改掉懒惰的习惯 每天写日记自省 改掉贪色的习惯 每天打坐一小时 改掉妄语的习惯 极致的自律 带来极致的影响力 他的自律自省 成就了自己的仕途 带动了身边的朋友 改变了家族命运 正所谓 彭生麻中 不服则之 白沙在孽 与之俱黑 和自律自省的人交朋友 他们的自律 能够潜移默化地 影响我们的行为 他们的积极心态 能够鼓舞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逐渐自律起来 摆脱懒散和消极 二 明理睿智之人 我们会经常遇到 这样一部分人 他们是非不分 看到表面的观点 就当成事实 不懂装懂 与这样的人交朋友 很容易被误导 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轻易地被表象所迷惑 总是做错误的决策 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大卫王说 与智者同行 必得智慧 与愚者作伴 必定无益 明理睿智的人 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 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 不会轻易被一页账目 他们心明眼亮 心胸开阔 看得到更远的未来 也愿意给他人指点迷惊 段永平就是黄征的智者 黄征在美国 攻读计算机硕士时 经丁磊介绍 认识了段永平 两人一起相投 成为了忘年交 黄征研究生毕业时 收到了微软和谷歌的 两份工作邀请 微软当时已经是 全球有名的企业 而谷歌只是个 没上市的初创公司 黄征陷入了选择困境 段永平建议他选谷歌 他说 Google看起来 是一家挺牛的公司 值得去看看 对你想要未来创业 也是有好处的 去的话至少待三年 因为一两年 是没法真正进入重要的岗位 真正了解这个公司的 黄征听从了他的建议 入职谷歌 半年后谷歌上市了 黄征不仅因为公司上市 挣到了第一桶金 更重要的是 他参与了一个公司 从初创到上市的整个过程 为自己积累了宝贵的创业经验 段永平对黄征的影响 更多是在思想意识领域 黄征说 段永平教会了他 用平常心去做事 也教给了他一个 非常重要的商业常识 即价格围绕价值波动 这个常识 让他能够安心于 增加企业的内生价值 而不是过度在意 市场的价格波动 这两个思维意识 让他在经营事业时 能够耐下心去 下奔功夫 用平常心做事 一步步地做大做强 如果你遇到一个 明里睿智的人 请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去结交他 同时也努力 让自己变成一个 值得他结交的人 三 真诚靠谱之人 我们都不希望 被朋友所背叛 更不希望 真心托付给了错的人 但生活中 有一种人 内心真诚 只是不善于言辞而已 也许他不能 第一时间打动你 但是这样的人 真的值得深交 也许不会有事没事地找你 但他们 却会一直真诚地对待你 从未离开 你身边 是否有这样的人 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总是留在你的手机列表里 但是 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 你和他们来往 不用担心 自己因为一两句话 而惹他们不开心 或者是自己没回消息 而让两个人心生嫌隙 因为你明白 你们的关系 不需要刻意地维持 有人说 经常陪在你身边的人 很有可能是你的同事 也有可能是你的久友 但是很难是知己 毕竟你们之间 无需联系 也能拥抱激情 这样的朋友 或许不善言辞 没办法 让你的耳朵舒服 可是 他对你的心 却是无比真诚的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是想着你 从来不舍得 让你的利益 受到任何的损失 不会和别人一样 虚伪地赞美你 但是 会直接指出你的毛病 希望你过得更好 谁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无论自己做的好事 还是坏事 都希望 能够收到别人的认可 其实 这是人的天性 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 这种虚伪 却会给我们 带来致命的打击 让我们认不清现实 认不清自己 或许一个人的身边 有很多人 对他投掷于夸赞 可是 这些夸赞当中 却没有几句 是真心实意 大多人 不过是客套话 对于一个人而言 再多的客套话 也比不上一颗火热的心 不善言辞的人 或许说话不是很好听 甚至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 但他们 也只是为了你好而已 这样的人看似笨拙 可是心里却是火热的 和这样的人相处 生活才不孤单 他们情商也许不高 也许不能逗你开心 但是 他们总是在你落魄的时候出现 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我们可以不用隐藏真实的自己 能够放下防备 成功时 可以同他分享喜悦 他会给予真心的祝福 而不是嫉妒的眼神 落寞时 可以和他聊聊心事 他会给予温暖的关怀 而不是打击的话语 就像流经岁月里的 蒋南孙和朱索索 我成功他不嫉妒 我萎靡 他不轻视 蒋南孙的爸爸 因为炒股失败 而倾家荡产 曾经关怀备致的男友 说分手就分手 而手头不是很宽裕的朱索索 摇紧牙关租下了一间大房子 给南孙一家人住 且不惧怕讨债人上门找事 索索夫家的公司 因为行业不景气 破产 背负了巨额债务 小南孙知道情况之后 毫不犹豫地接索索母女回家 把索索的女儿当自己的女儿养 没有丝毫嫌弃 无论经历了什么 小南孙和朱索索始终坚定地站在彼此的身边 相信好友依旧是当初那个善良温暖的女孩 他们不眼红对方的成功 不轻视对方的失忆 唯愿对方安好 患难于共 人生在世 一定要多和这三种人交朋友 路才能越走越顺 自律自行的朋友 他们笃定而努力 心态积极阳光 你在和他们交往时 不会担心被带坏 他们带给你的是积极的影响 让你在友情里 收获到满满的正能量 名利睿智的朋友 他们看问题深入 心胸视野开阔 你在和他们交往时 能够打开眼界 跳出井底之蛙的视野 看到更宽广的世界 提升自己做对决策的能力 真诚靠谱的朋友 他们发自内心地欣赏你 愿做你坚强的后盾 你因为他们 也能够客观地 看待自己的优缺点 感受到真心换真心的 美好与可贵 朋友易得 知音难寻 如果有幸遇到这三种 值得深交的朋友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 他们是我们神圣的贵人 余生多和他们往来 成为知己 可以少走弯路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